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字命理课堂 我是本次的讲师李凯璇 咱们的基础支持呢,用了三个课时 基本上讲完了 还有一些像神煞、旺衰 这些传统派的一些东西 没有把它放到重点来讲 有兴趣的可以去百度一下 自己去了解了解 咱们在命理分析的时候 有时候的确会用到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在其他平台上发布的时候 有一些师兄们就问了一些问题 咱们就统一的解答一下 第一个,命越算越薄 最开始目前的了解 命数的话是不会根据你的占卜 而有所增减 所谓的占卜只不过是提前预知出了事情的轨迹 大致的方向 但是对它的实质性的东西并不能够给它改变 所以不存在命越算越薄 也不存在 命给你算一算 就给你算后了 也不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说的是 算命真的是天机不可泄露 这个天机不可泄露 对于这个解释 凯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回答 不过呢 凯全听过一位老师的解释 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人的一生啊 好多事情 全部在你八个字的命理之中 往短来说 一个人能活八十年 那就是两万多天 每一天我们只要活着都会有事情发生 其实这任何事情都是能够测算的 假如说你给一个人算八字 测他的事情 你能够把他全部的事情给他测出来吗 那你自己就不用去活自己的生活了吗 所以在测算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些遗漏的 而这所遗漏的这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天机不可泄露 而我们所能够占卜出来的 那这一部分 就不是属于不可泄露的天机 再说一个比较微妙的说法 你去占卜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在你的命理之中 第三个 命中注定的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吗 人的命数就像一口大锅 而我们自身的命的搏于厚 就像锅里的粥 就这一锅粥 你往这个碗里多沉一点 那个碗里就少一点 所以我们的老祖先早就说过一个词语 叫做舍与得 你只有舍弃了才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所以说要想改变自己命中不好的这一部分 就要学会舍弃一些 有的时候你比较看重的身外的东西 例如说是财与观 该舍弃的就不要留恋 第四个问题 是否用传统派的格局 这个问题问的很专业啊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实战过程中 其实也是会用到格局的 但只是没有把这个格局 给他一一的细分 因为格局的种类特别多 他还存在成格与贝格的说法 因为格局比较复杂 卡弦呢就把他的一个理论给他 总结了一下 用作对比的话 那卡弦告诉你的这个理论 就像成马口诀一样 你把这个成马口诀学会了 不管是你700乘以7000 还是7000乘以7万 你都可以算出来 但是格局呢 他是怎么给你区别的 就直接告诉你700乘以700等于多少 700乘以600等于多少 你如果不知道里面的真正的规律 那出现一个700乘以7000呢 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所以说传统派的格局很好用 但是呢因为太复杂 不建议去背诵他 建议去理解他 第五个问题 也是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讲旺衰 旺衰呢 它是代表八字里面 哪一个字的气的旺衰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的时候 是配合格局 来使用的 而我们现在所持的这个 八字体系 是盲派的八字体系 它里面讲的 起和用 兵和主 多一点 在盲派里面呢 它讲的是什么吧 是否有根 有气 天干所透露出来的东西 是否有所生 是否地之有根 是否地之有生 主要讲的是这些 第六个 神仨用不用 如果你学八字 学了很长时间的话 你会发现 神仨里面的东西 它其实也是 通过一些 做工的方式 而取得的名字 当然了 有好多 它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例如说是 我们随便说一个 神仨 比如说是一码吧 一码的话是 身子成剑 以为一码 从身的角度上讲的话 能够直接讲到头 但是从子 从尘的角度上讲 就不是很容易说通了 所以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神仨 还是会用的 还有一位朋友问 想要学到 跟我差不多 大概要多长时间 凯全呢 是喜欢有的时候 基层一声大师 其实呢 称不上什么大师 因为我始终认为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只有每天 不断的进步 才能说是 不被落下来 那至于到 我现在这个层次的话 要多长时间 这个是因人而异 你像凯全的话 从开始了解到 学到现在的话 也有七八年了 那从真正的 入门之后 开始学习 不从在落下的话 也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基础知识 也学了好长时间 当然了 我也不是专学 一个八字这一点 还有学的其他东西 包括风水 辅咒 大六人 其实光风水的话 也学了是好几个门派 所以说 如果你单一的 十八字 想要学成这个样子的话 基础知识 先掌握扎实 然后就是 有时间 就拿命令研究 能看一两百字 就差不多了 理只要懂了 只要这个理 他的一条思路 在你的脑海里 可以融会贯通了 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占卜 看事情 是在命理之中 但是呢 总是 会有一些例外 你看多了 你就会发现 总会有例外的 那我也是在 翻车之中成长 成长之中翻车 一步步的翻过来 现在基本上 就很少 出现翻车的情况 出现翻车之前 也都会事先知道的 做什么都是这个样子 只要你坚持 只要你努力 结果 会告诉你 究竟做了多少 第八个问题说是 风水可以改变命吗 那坎原正好 也是有学过风水 很直白的告诉你 风水改不了命 我是个西瓜子 我种下去了 长出来 觉得你是个西瓜 我种了一棵香蕉树 它只要接通了果实 那肯定是香蕉 那风水是什么呢 我一个香蕉树 一个种到了南方 一个种到了北方 一个是可以接住香蕉 一个是接不出来香蕉 我同样一棵橘子树 我种到了南方 长出了橘子 我种到了北方 不长橘子 那我种到北方 不长橘子 我给它撞到南方 不就行了吗 这个就是风水 风水 是在你命格的基础上 把你命格中的能力最大化 但是改变不了命格 我是块钻石 我就是价值很高 我是一块石头 那就是无法利用到 像钻石那样的价值 这个就是命和风水 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给我留言 我可以每一期都给大家解释解释 今天呢 咱们最主要就是来分析八字 其实八字 分析起来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八字 就是最富贵的八字 因为特别简单 还有一些就是特别贫穷的八字 很极端的八字 特别好分析 最难分析的八字 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命 越是普通的命 它里面的做工不一 侧重复杂 你都不知道 它这个八字里面的用和体 究竟在干什么 这种八字是最难分析了 你给他一分析 你例如给他分析事业 他恨不得每一年换一个工作 恨不得两个月换一个 你给他分析感情 他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他能够两个月换一个 三个月换一个 所以说这种八字是最难分析了 只能看一个大概 每次你所看到的这种 很小的这种像 它都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这种八字就比较难以分析 咱们先讲一个简单一点的八字 打开八字 咱们先看阴阳 咱们不管它们其他能派 咱们就按咱们的套路来 先看阴阳 前面咱们说过 土的阴阳属性是阴望随阴阳望随阳 那这个八字里面 它全部都是土 它应该是随谁呢 首先 年和日子的微土是木库 是属阳的 屈土是火库 也是属阳的 只有石身上的 尘土带着氏气 但是天干透的是雾土 也是属阳的 雾土它本来就是属阳的 所以这个的话 肯定是阳胜阴衰 咱们看到这个八字之后 首先已经知道了 这个体用不同意 这个八字的话 首先不是说特别贵的八字 贵是贵不到哪里去了 第二个 看完阴阳之后 看体用 那这里肯定是体用已经不同意了 笔节重重 只有两个 财 孤立无援 看完体用之后 咱们再看冰煮 那我石身上就是水库 这些水的话 肯定是从我水库里出来的 所以说 这些财 是属于我 主家的 放到外面去的 即便是这样 也架不住这么多节菜来刻 所以说 所以说还是体用相差太远 这里给大家补一个知识点 前面忘了讲了 是关于天干五行的根气和它的源头出处 什么是根气 天干透出来的五行 在地支 有笔尖结财 这个就是根 如果没有笔尖结财 但是在地支藏干中 有余气 为笔尖结财 也是它的根 什么是气呢 就是地支 有我的印象来生 或者说是地支藏干之中 有我的印象来生 也是我的气 什么是源头出处 就是当我这个五行 坐下之中没有根气 而在其他柱上面有 这个就是我的源头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八字 有点知识的 应该听说过这句话 就是笔尖重重必克负 不见天财命也故 什么是笔尖重重 就是好多笔尖 来克我的财 财为父亲 所以就克负 这个的话是不全面的 也是要根据八字的构造 看这个财 是不是我父亲 那咱们呢 是拿到八字之后 想要断父亲的事 先找父亲在哪里 我的财星就是我的父亲 人鬼水 都为我的财星 那哪个是我的父亲呢 年上的鬼水 因为年上是父母功 父母亲做父母功 肯定是鬼水 正兄到正位 鬼水就是我的父亲 鬼水坐在位上为目的 鬼水的气已经很弱了 人身呢是可以帮鬼水的 但是前面咱们也说了 人心是自和的 人水 和须中丁火 所以说是自食难保 更不用说是去帮鬼水了 咱们再找他的处处 人鬼水的根都在尘上 所以说都是从我 石身上的尘中出来的 那这个鬼水就肯定是我的父亲 那假如说是 石上不是尘 而是虚 年上不是鬼位 而是鬼丑 那这个的话 就跟我没关系了 因为鬼水在宠中有 他的根 有他的气 是跟我日主和石阵上面 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这个的话也会刻 但是呢 都是一些小问题 然后这个鬼水呢 更多的是代表 我的叔叔伯伯 代表他们 既然有这么多的结材 来刻我的财 然后我的财 又坐在墓地上面 这肯定是克服了 八字定吉兄 流年大运 定应期 咱们看大运 是按五年五年来看 那从零五年到零九年 这五年时间 是行了新的运势 咱们前面也说过 虽然萧神会夺我的石神 但是同样萧神来生我 历手的时候 力量就特别强 我们换一个思维 来考虑的时候 那心金就是我财的销神 零五年到零九年 这五年行的心金运势 而心金是从虚中出来的 虚呢是秋天 虽然金得令 但是是土比较旺 所以这个金还是有点力量的 来生鬼水 最起码这五年是平安的 那等到到有运上的时候 这个有金 虽然是心金的根 虽然也代表了心金 但是呢 它与地支的虚 是属于相穿的 但是又有尘土来充虚 还来生了一些有 所以有金并没有说是气质啊 那这个有金代表的是谁呢 就是我父亲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奶奶 她的力量虽然被限制了 又被穿了 但是气不绝啊 所以说这五年 是硬到奶奶身上 奶奶身体不好 或者说是有慢性疾病 有虚穿 可以说是大概断下 不是心脏病 就是呼吸道的病 有金代表呼吸道吗 有的时候也能代表 骨盖上的小病 虚穿有 是有低火穿的 所以说是 也有可能是血液性疾病 那这个有孕的时候 鬼水能不能立得住呢 首先 陈有河 咱们前面也说了 陈有河 是毙了水库 水出不来了 那我鬼水人水墙 靠着陈中的 一点水 来得以生存 你把库给毙了 我得不到这个力量了 那这就好危险了 然后先确定了大运之后 再退六年 一年开始 二零一年年 是耕银年 耕银年 有金来卸这些土的力量 虽然卸不进 但是最起码 能够说让人鬼水的压力减轻 然后荧幕过来之后 可以疏通一些土 但是力量都不强 因为耕银这一柱子 本身 它荧幕就受伤了 力量不强的 所以更一年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 可真是很大 麻烦是一直有 2011年新某年 新某年的时候 首先某虚和 毕了火库 本来是有两个微土来行 虚土的火库 里面的火出来之后生土 那毕了火库之后 火出不来了 即便是行开之后 也没那么多火了 但是某虚又合出来一点火 也是我的意义 让土更加的旺 但是因为某木被虚土合出之后 反而不让某木去穿成土 穿它是肯定有穿的 穿的不厉害 况且的话 某木过来之后也是被反穿 所以说某木的力量也没有多少 但是新金呢 反而得了一个有金的帮助 能够卸更多的土 所以说2011年也应该没问题 2012年仁臣年 那我仁水做到尘上 和园局中的人水做到尘上 那一年身体就要出现一些问题了 人水虽然不是鬼水 但是它能够代表鬼水的意思 也就是说那一年会出现一些 身体上的一些病 2013年鬼四年 我鬼水本来做到尘上面 现在做到了四上面 鬼水的力量被它更弱了 那一年就有问题了 但是因为圆局鬼四 本来就自和 有金呢 也又卸了一些土的力量 和了四火 所以说这一年还好 2014年甲午年 我的香神带着正光过来了 更加声望了土 五味合五味合五虚合 这三个土的力量变得更强了 尤其是五味合 加强味土的力量 直克天干鬼水 所以说这一年是非常凶的 但是不代表没有一丝生机 因为在有金的运上 虽然是在最后一年 还是有一丝生机的 但是很可惜 那一年生机它是没有抓住 14年 然后就去世了 那假如说是它那一年 抓住了生机 那它还有多长时间的受限呢 顶多三年 等到2015年之后的更生运上 后面有一个 雾虚年 雾虚年来的时候 火窟就打开了 天干又吐了 雾土 火窟一开之后 生土的力量就会更旺 也是直克鬼水 所以说这个就是 过得了初一 过不了十五 那这样的八字 比较适合做什么呢 怎样才能把它八字中的力量 最大化的展现出来呢 这个就会比较适合去当兵 一片笔节 只有说是去 能够说是把自己的体力 用自己的手脚 去做的事情 都是可以的 当兵 当体育教练 都可以 都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子 八字里面土如果过多 那这个人就会说是比较固执 土本来就主 厚重 代表德行 土过重的话 就会说是比较固执 固执起见 听不听去别人说什么 这个八字呢 就讲到这里吧 因为这个孩子没多大 咱们呢 就不说那么多 咱们再看一个 稍微有那么一点 难度的八字 这个是个女命 更生年 银幼月 甲午日 饼银石 打开八字 还是先看阴阳 更生金 为阴 有金 为阴 甲乙木 银木 饼火 无火 都为阳 这个八字整体 阴阳还算可以 不算贵一篇 然后再看体育 我们前面说过 笔节 印销 史上都是我的体 那你看 我的月上 笔节 石镇上 是个路 比较 笔节 坐下一个 五火为山关 石上一个 饼火为师神 这都是我的体 我的体 全部在我的主位 那我这个人 知识能力 就会说比较强 你不管能力再强 但是我追求的财 或者关 都在年月 那这个就肯定是 不是自己 做事情的 首先可以排除 不是创业的 不是做生意的 你再看一下 天干很明显 有个乙根合 这个乙根合 你都合得成吗 乙木坐在友上 为绝地 那我这个乙木 是废了 肯定是合不住 根筋了 根筋是我的煞 这个煞的话 代表非常强 非常大的一股 财 或者说是 事业 他想要追求的 层次很高 但是 是求之不得 因为乙木 合不住根筋 那我能做什么呢 实际上 一个归路 如果能有印 来画这些官杀 生路的话 自然是好的 但是他这里面 路 反而去生了石神 生完冰火的石神 这石神 也什么都不做 他还生 坐下的五火山关 五火山关 生出来之后 去制官 他只有制住官了 才能得到官 他才能有这样一份工作 我用路生的商官 和我日主生的商官 来去制月上的官 那这个肯定是劳利命啊 而这个月上的官 又是笔节在上面 是笔节带着月上的官 来让我制 我才能够得到这份官 这份工作 这个肯定是打工命了 因为他是用商官来制官 他制了多少 给他多少 那他能够完全制尽吗 肯定是制不尽的 所以说这个命格的话 层次不算高 有天干的和煞 地支的制官 制煞 这个就是说是 我这一股能量用到了好多地方 结果哪一方面都得不到了 我生的冰火 也没有去做什么事情 冰火的话 如果和了心金 和了一个官 那还好 结果他没有心金 那这个冰火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的思想 我的技术 我的想法 我空用这样一些想法 这样一个思想 但是我 却没有让他落实的地方 让他去做事的时间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说这命也是一般的命格 咱们这两天分析的这几个八字 都先分析一个大体的状况 等到能够分析几个八字之后 再讲一些具体的事情 诚者 诚者